我們請陳主委 主委好 有關於老農津貼 農委會在研議 要修改這個 暫行條例 那我想了解一下現在的進度 是不是這個會期一定會 提到立法院審查 那計畫是明年就可以公告上路 我們希望是這樣子 因為你們行政院送來 掌握在行政院手裡 行政院 大概 原則通過了 政府委員審查通過了 現在是十月底嗎 十一月中旬會送到大院 一月中旬會送到大院法院來 那麼當然這涉及到 就是 這個 因為你們講說現在秦陵老農津貼 的人數總共是 就是有接受農保的 有145萬人嘛 是 那你們所謂的未滿15年 或有一些資格 不盡符合的有多少人 這裡的數字可不可以告訴我們一下 就是如果按照我們的規劃 大概有兩萬六千多人 現在加農保 我們改了以後 他還不到15年 65歲的時候不到15年 那另外有一些就是說 因為農地不在啦 或旅居國外啊 這些又是多少 這個從 九十一百年 開始清查的部分 大概有兩萬七千多人 好換言之一百四十萬的裡面 有兩萬六加兩萬七啊 也就是差不多五萬出頭 對 是所謂可能啦 所謂的假農民 或有一些 可能不是那麼符合 嚴謹定義的 就是你們講的標準 不符合 資格的 這個數字喔 你要講出來 因為不然社會以為說啊 而且人心惶惶啊 有一些人認為說 到底是不是 喔範圍 這個擴大到多大 然後到底這個 改了之後啊 新法上路之後 到底可以節省多少錢 是 這個效果怎麼樣 我們如果是預估 將來 新進的都十五年以後 才可以領的話 是 我們到十五年的時候 我們大概可以節省四百六十億台幣 用現在的這一種 家寶跟這種規模來看 好 一年大概三十幾億 一年三十幾億啦 那麼 也就是如果明年上路 因為現在在審預算 是 那明年是 上路是有沒有日出 條款 時間 還是 你們打算什麼時候來開始實施 呃 這個部分 公佈以後就實施 這個部分是 他新進的部分 對 新進的部分 要十五年 包括有打折的部分啊 對對對 裡面打折的部分 也是從即日起 開始算十五年啦 也就是說這個 兩萬六 就是不到十五年的 可能 他原來喔 原來這個不到十五年的 他六十五歲就領了啦 現在不可以啦 但是我們這一塊 是三千五百塊 好 就是跟國民年金 剛加入的年金一樣 好的 那我也很關心喔 如果省下這些錢 尤其是明年啦 明年聽說可以省到比較多嘛 如果明年就實施 是第十一年到四十億 因為我們是逐漸 所以明年才省六億多啊 對 我們把那個新家寶的 把那個 以家寶的部分齁 他 在減半到六年的時候 大概所有的 六年的時候大概大部分啦 都可以領到七千塊 好 那這個改革的衝擊是比較小啦 但是呢 這是一個開始 剛剛有講到落日條款 你的落日是要結合我們原來的社會保險 那原來的社會保險 都是以十五年為 這一個基礎 所以我們現在第一步先改十五年 那將來慢慢的一步一步再來做 好 那我來問你齁 就是說因為 未來十五年 可能會為國庫審四百多億 那第一年是六億 以後平均一年大概三十幾億 這個錢要怎麼用啊 我想這一部分 但是會不會影響農委會的預算啊 以後就 我們主計單位 財政單位啊 就把這個錢就 就不編入農委會的預算 說農委會怎麼去確保 這樣省下來的錢 是用在真正需要的農民跟農業的身上 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會爭取 這一部分的錢 至少啦齁 至少 每一年要一定比例 要 回歸到我們的農業施政上面來 而不是省下的錢 政府就收回去 你可以跟我保證就是說 這一部分的預算 省下來之後 能夠完全還是為農委會 我想完全齁 我們這個農業發展啦齁 因應包括青年回農啦 完全大概比較困難啦 譬如說我 我如果到了第十年就四十億啊 我覺得也不需要 那麼多 我們全把它用得好 所以我的 大概是 每一年齁 按照他省的比例 我們希望最高最高 最高最高 每一年可以留 一半在我們這裡 好 至少有個目標啦 是 一半 我是覺得還是應該盡量用在我們 農委會相關 就是比較重要的業務上 好 再來主委我想請問的是有關於自由經濟示範區 雖然你們還在研議這個特別條例齁 但是報紙報的還有各部位回答 說實在啊 讓我們一頭霧水 有時候甚至互相衝突齁 我很關心就是說 這個最近齁 工商時報 在十月三號有報導嘛 農委會在研議啊 九百零二項 這些啊 限制 就是啊 受進口管制的中國農產品 這個整個放寬的一個 範圍 那相關的這些事情齁 因為從這裡面 還提到說 這個 至今區這個特別條例在草擬的過程裡面 原本是鬆綁未開放 這個入貨齁 就是來到這個至今區 那後來農委會一度是同意輸入農產品來加工 但一律外銷 而最後抱怨的條文啊 這些設關卡的文字都不見了 大原則採取更寬鬆的做法 那這當然涉及到 有一些管制項目是不是可以 在這一個所謂的課稅之後啊 就直接銷到台灣的部分 你可不可以跟我講得非常清楚 那個界限在哪裡 我想這個 呃現在管制進口的原料 在資金區裡面 進口 加工 完全出口這一塊呢 其實是 呃 沒有問題啊 那委員關鍵說 那如果加工也有跑到台灣來 對 那這一個部分呢 我們原則是禁止啊 但是我也給委員報告一下 現在我們的進口 雖然管制這902項 但是它的加工品很多是沒有管制的喔 嗯 比如說花生是管制 但是花生醬沒有管制喔 這個是我們在整個貿易的這個結構裡面的一個 那換言之 在資金區的花生雖然來自於中國 啊結果加工之後變花生醬 這樣就可以進來到台灣嗎 現在的花生醬就可以進來 這不一樣啊 對 它在資金區享用有一定的好的一個更好的條件嘛 而這個東西你要跟我講清楚喔 對 原則不行還是要逐案審查還是什麼樣 我想 我想原則 原則不行 原則這句話 有原則就有例外啊 我們連社會科學人都知道 我就是關心這個例外 那這個逐案審查 這個把關的問題 這個齁 有時候頭過心就過了 這個 你可不可以舉個例子啦 來跟我說明 可以跟不可以 的標準在哪裡 我想現在很多進口的貨品的樣態 跟我們進口 禁止進口的原料的樣態 這其實是兩回事啊 我想你很清楚嘛 國內的市場不大 你就乾脆一點 它既然可以從中國進來 那為什麼要在資金區 然後最後這個磕稅之後 然後銷到台灣 你不能夠因為它可以從中國進來這些加工產品啊 花生醬 你就允許中國進口大量的 發生到資金區 結果齁 直接就進到台灣耶 這個 這個是不一樣的耶 還是要還是要 如果 資金區裡面 轉內銷 全部要加稅 加稅不是重點 我們不是那個稅的問題嗎 包括所謂原產地 MIT的問題 包括所有很多其他 因為齁 那些前電的後廠 最後我也搞不清楚齁 哪裡是電哪裡是廠 不會啊 電子是掛號 廠在後面齁 對對對 這個問題 進行的問題是很嚴重的問題 全部用關稅去 去 保稅工廠的這個 是啦 所以 所以這有露出一些問題齁 你要主案審查齁 允許一些東西 可以中國加工 直接進出的加工 產品 花生醬或者是什麼茶飲料 是不是 然後在這裡面資金區 搞一搞之後也可以 付一點稅 就進到台灣來 你講的 有人講的很對 你剛剛講那個茶 就是這個一個例子 一個茶廠 如果在大陸 他回到台灣來 是可以用原來的原料 去加工 然後外銷的話 他就回到台灣來設廠 工作機會跟其他的連貫都出來 如果不行 他就 在大陸 他的茶還是一樣可以進來 所以這一點 是有一個矛盾 我們會有意識到這個是大陸的茶 從資金區進來 我說這個量不大嘛 為什麼你們要逐步的撤退 沒有沒有撤退 這個部分 我們是在 在 怎麼樣去把這兩個概念齁 把它 淨核 不要讓它產生矛盾 因為資金區不是只有實體 它還有虛擬 它還有前店後廠 相關這些概念進來之後 再混在一起齁 沒有虛擬 所有很多東西以後是在台灣的內部生產 不是在資金區喔 沒有 而且 那個都算 都算 都算是資金區的範圍 對 沒有虛擬的東西 所以你的資金區是無限大 大到可以真正包括 我跟你說 那很多 鎮膠所在 什麼所在 蓋一間 農地 靜替黨 變工廠 也可以做這些東西 主委 我再最後給你建議 這個部分 應該要謹慎 一下子就放那麼多 嚇死人 輸屋雖然是可以直接進口 那是另外一回事 因為這涉及到原產地 涉及到其他 我們對食品安全 相關的標準 今天大家那麼關心很多食品安全的時候 在這個重要的關頭 你千萬喔 作為農委主委 如果你是採取這樣的一個 過度開放 因為我跟你講喔 我問管中民主委喔 管中民主委都還比你保守喔 你們不要角色互換喔 農委會主委 我是在強烈的建議喔 你還是要說 我們 臺灣農民 立場的位 然後 跨部會怎麼樣去協調 那是一位事情 好不好 對 我會跟委員在做報告 謝謝 謝謝